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走得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自从在2月以来我们整个的矽谷的房地产 在几个城市里面就已经真的好像回复到当年荣耀的时光一样的 那个买方就是不管别人是不是要跟自己抢 有的房子甚至二十几个三十几个人一起在抢一栋房子 好像当初的那种激动的情绪又回来了 给我们分析一下房地产的市场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状况 那么6月7月还会这样吗 我想会持续 因为我常常讲今年是大选年 那大选年呢 因为大选年的特性是什么那个房地产扎 永远是这个供不应求 而且大家心情特别好 因为经济也很好 对 那我想我们都知道 就是尤其这几个月 比如说假说各位观众朋友假说现在在买房子 在Palo Alto Mountain View Cupertino 假使你们有100万的现金很难抢得到 哇 百万现金不是容易的事情 不容易 不容易 你看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有个房子开价是1.26 卖掉是1.62 那这个价格40万在Palo Alto房子很多 那居然有栋房子是200万的 他说是要拆掉的200万的房子 要拆掉 因为它土地大 也照样卖掉 我甚至还听说过 在那个Tiberon 一个这个law特别好 这个law特别好 但是呢 就是这个价钱呢 也很好 这个要拆掉的 这房子要拆掉 但这块地就是10 million dollars 一千万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很奇怪 就是说现在的房价为什么抢那么高 很有意思 我们都知道 Palo Alto 这个是Apple Center 这个镇央 这镇央 这一镇 它是往这里走 不是往这里走 因为这边太高了 往这边走 Palo Alto 现在大概是1100块钱一次 超过1000块钱 1000块钱 1000块钱 $1.11一次 Dollar per square fee 租金4块钱一次 差不多 四块 租金 OK 那Palo Alto我们都知道 有个叫Old Town 那Old Town呢 很简单 就是Oregon Impact Darrow Middlefield Elma 这就是Old Town 那Old Town呢 几年以前大概是300万 现在平均就是500万 现在平均就是500万 但是那块地方实在是漂亮 舒服安逸 看起来又安全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那么贵 因为乔布斯 Jobs Steve Jobs 房子就在那边 都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民区啊 现在就是一下变成一个品牌区了 所以这一下子1100的话 那怎么办 那买不进去的人 他是不是往外走 到往外走 那第一步是到哪里 Mountain View Mountain View很简单 他们说Mountain View 不叫Mountain View 叫Google View Google View Google Google大概有好几架飞机吧 对 对吧 对 那租用呢 好像说55年 但这是他一次的父亲了 对 OK 就在这个附近 能空下来的办公大楼 适合他们的眼光的 对 他通通买下 买了大概 去年买了400个Million 的这个商业楼盘 而且还不够用 所以这就是造成这个Google View 是大概是900块一次 Mountain View Mountain View学区 可是房地产不得了 对吧 我们都知道 你到了那个什么 Castro 在12点钟以后 跟你不用去 你根本找不到停车的位置 对 而且他们说能够骑脚踏车 到这个Google的租金 就是一个房 2500块开始 哇 所以特别有钱 OK 然后OK 这就是Mountain View 那我说再往下 在旁边测一点 到哪里呢 Sandyville 还没有到 还不到 Cupertino 当然Cupertino Cupertino不叫Cupertino 叫Apple City 真的是 或者是Apple League 对 因为他买了98个acre的HP的地 要盖他的campus 所以他现在能够站 你看office 左一看右一看都是Apple品牌 真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Apple现在大概是平均是800块钱一次了 800块钱 已经回到最高点了 OK Mountain View都已经超过最高点了 超过最高点了 那Palato也是 Palato也是 都超过最高点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高科技的蓬勃 我想个人就是social media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social media 他们说3C是吧 对 computer 对 还有什么 communication 还有一个consumer 哦 3C 你都得到 所以整个3C一个大结合 所以造成今天的这个钱是自己 自己已经怎么讲 创造自己一个world 对对对 self-made world 因为Apple等于是 现在是不是全美国最有钱的公司 也是全球最大的 the largest cap of the company 那你说房地产会不会涨 对 OK Facebook当然我们要看 稍微有点失望 所以 所以矽谷的振兴 其实从来也没有没落过 所以这个是一个self-made的一个情况 所以只要高科技持续有新的发展 新的innovation的话 对 这个地方的房产 就是大家都是high demand要进来的 exactly 所以那你说好 800块钱那太贵了 那往往下走 到找到哪里 Sonyville Sonyville现在不过 对不起 Sonyville现在也是650块到700块一次了 哦 那还有的涨呢 还有的涨 OK Sonyville学校不错 有超过900分的 OK 那当然也要看是不是有的区域高中超过900分 那就更贵 绝对是就是大概700块一次了 那你说 嗯 Sonyville我抢不到 我到哪里 我到哪里 到Santa Clara 听说Santa Clara也现在是 抢 医乌难求 Santa Clara我们都知道 在哪里呢 在Promeridge跟Stevens Creek 这边Lawrence这边 这个是Copitino学区 是Santa Clara地址 这边大概前阵子有一个房子 大概是1700一次 开价86万 就有12个offer 抢到95万 嗯 没有任何continuity Santa Clara Santa Clara Quite a house 好 Santa Clara抢了 所以这个一波 他们说本来是说到16个mile OK 你从Copitino 你算16个mile 到哪里 可能可能就到Santa Clara了 但是对不起 现在Mupita开始抢 过了二三期了 其实也差不多了 Mupita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它 这个Cisco在里面 Mupita现在都 你知道吗 Mupita跟那个North Valley 不好意思 在过去大概一个半月 涨了10个percent 房价 对 不得了 所以但现在 唯一还没涨的地方是哪里 可能是Everygreen 所以Everygreen 广快进去 哦对 Everygreen你知道吗 现在Everygreen 大概还是350块钱 400块钱一次不到 听起来真是便宜 API score都是900分 又新又大 对不对 所以广快进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个timing 说实在的 我想最初还是工作很好 你说现在到处都在挤吧 对 对不对 这个挤的话 这个一挤的话就说 这个是不是工作很好 才挤对吧 所以现在Freeway上面的车子也很多 对对对 Local的车子也很多 没错 在这个周五呢 也是报告了5月份的 这个就业的数据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 我只听到一个是进去的 现在就是Silver Creek的房价 还没有抢得太厉害 对 所以大家想要用比较便宜的价钱买 先买一栋 在Silver Creek那边放着 就等它涨了 对 好的 今天访问的嘉宾是Frank Liu 我们待会还有更精彩的话题 来让他告诉我们 观众朋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